真是 师傅您这叫开着什么车呀 您先把车停下来吧 开着什么车呀师傅 我们也甭去了 现在西城也不用去了 不是你这 你是哪公司的 哪企出租公司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你别往那看 你甭往那看 你叫什么名字 问名字干啥 我当然要问你名字了 你哪的呀 你是不是诚心的呀 拉着我们这大吊脚 不是 不是 什么不是 我看你 我告诉你你这不对 我跟你说 不是你 他绝对不是这司机 你哪弄的出租车 您别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您别急行不行 你怎么知道我叫马所长 你 你跟程大吉一伙的吧你 这 快 快站 过去 对下 程大吉 你抬头看认识他吗 我再问你一遍认识他吗 程哥 这 这不是那刚才给你开出租 那司机吗 这不是 别扁了 路上我都着了 四五二七 四五二八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告诉你就你们这种坏人 就不该放出来 干这种缺德事 想得出来你们 做得出来你们 编得出来你们 我跟你们说 四五二八 你等着 你出来几年了 你出来几年 我再给你判几年 你再干这种事 以为我怎么着 退休就治不了你们了 照样 早晚有一天还得把你们抓进去 坏人就是坏人 不能放出来 抓着你再判二十年 走 小子 这回国家寡人我是当定了 要不然算了吧 算啥来算 怎么能算了呀 多长时间了 没人对我这态度 我谁呀 厂长 老板 你能厌这过气呀 他也能打倒我呀 我谁 诸葛 彪 你厌门瞎怎么办 难道你还有啥办法 办法我真有 就得真伤和气 现在还不够伤和气吗 哥呀 只要有一线希望 咱就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给你说 不行不行不行 这绝对不行 我知道你说不行 所以这事我干呢 你谁干都不行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了 现在是我和那马玉如 个人恩怨 行了 这事你别管了 喂 喂 满意啊 喂 喂 讲话谁呀 是马所长吗 还记得我是谁吗 谁呀你是 您真是贵人多往事啊 我给您提个醒 二十年前 是你亲手把我送进了监狱 杨 杨三大 杨三大啊 真是谢谢您哪 您还能记得我的名字 真是太好了 二十年了 一切都变了 我老婆跑了 我姑娘在深圳打工 出车祸死了 我现在是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了 我是生不如死了 不过我要谢谢你 每当我在监狱里 熬不住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你的名字 马玉竹 我现在总算是出来了 我会去找你 把我失去的 从你那里加倍地拿回来 喂 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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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 你醒了没有 醒了 我这收拾准备走呢 我告诉你啊 我这几天心脏就秃秃 我当时就怀疑是更年期 结果现在一看 还真不是 这就是我职业预感 你知道吗 今早上你知道我怎么醒的 我被电话吵醒的 一个恐吓电话 恐吓电话 谁啊 就是你记得吗 你小时候有一阵 妈天天职业班 二十年前 就咱这片 不是有一个飞毛腿 飞烟走壁那个 夜里头撬了多少户人间啊 入室抢劫 不记得 你不记得 那我太小了 你知道吗 就那人叫杨三刀 出来了 出来了 他刚才恐吓我 你知道吗 跟我说什么 要报仇 要报复 您不是这两天 精神太紧张了吧 行 您别想太多了啊 咱今天重要的事 咱 咱反正会儿 先把我这灵魂证给领了 领了 我见面回头咱给你聊 我就跟你说什么呀 你一定要 因为你 你一人住在单位里头 本身我就担心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前后左右 你出门干什么 你都多看一看 我现在就一个不放心 你一个不放心主意 你说这孩子一天到晚 他就傻子似的 傻大姐似的 嘻哈哈的 要提高点警惕 相信我安我 能有什么事 我没事 我这安全着呢 您别想太多了 咱这大时间 赶紧把零零证给领了 得了啊 妈 行 我这洗一洗 换上衣服 一会儿我也出门了 别忘了自己弄点早点吃 那一会儿见 甭担心 有妈呢 拜拜 拜拜 丁如意 丁如意 你这是这一宿没睡 还是刚醒啊 我一宿没睡啊 你一宿 我看看你看什么呢 妈这一宿没睡 什么呀 在看子豪的新剧呢 我天哪 你怎么又 你真着了磨了 你这孩子你说 妈 我跟你说特好看 演得可棒了 根本停不下了 行了 行了 你给我停 哪个是停 妈妈跟你聊聊 妈 你把这关掉 怎么跟你说呢 有些话妈现在 也不敢跟你说 但是我告诉你 这社会很复杂 知道吗 你不能再这样 你都多大了 你都二十二岁了 你必须得长大了 你瞧瞧你现在 弄得跟十五六的似的 小女孩 这 这都什么崇拜呀 你这满墙贴的 你这 走哪儿 她都看着你 你不害怕吗 你这 你这说 我害怕干吗呀 你 我贴了 就是为了让她看着我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地看着我 这就是我的目的嘛 你必须得改改 你这目的了 你听妈说啊 如意 你 你真得长大了 你得懂点事了 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说你这干吗呢 一宿一宿地不睡觉 妈本来就担心 你又不了解 你像你了解吗 这人 弄得这些女孩子 一天到晚的 像这都应该 就告诉他们 上哪儿告诉他们 其实都是 妈 你怎么了 不是 你说这干吗呢 你这每天美的 我这着急 你就甭担心我了 我一个人可好了 你有心你去操心我哥姐 行吗 我操心你哥 我告诉你 你别看你哥 那么大的事 我都不那么操心他 我最担心的 就是你一女孩子 又这么漂亮 天天就 干的全不是正事 不好好找个工作单位 工作 是不是 你这一天到晚呢 你这都是 这什么人呢 我瞧着这人 就不像好人 怎么是好人了 你甭 弄这个 我发现我不管不行了 你不是 你不是 你要干吗呀 贴着他名字 这都干吗呢 你不要撕我 我告诉你 你必须得改 你 我告诉你 你 你干什么 你 你不要撕我照片啊 我撕他怎么了 你又不认得他 他不认得你 干吗不认得 你干吗撕我照片 你有病啊 大早上的 是不是神经病啊 我什么神经病 我怎么神经病 妈这是关心你呢 妈担心你啊 你这 你干吗去 我去 表子 要不是事儿 咱别干了吧 算了吧 哥 开工没有回头见了 不能打脆疼 你的车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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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你看见没有 这一楼拉的窗帘的 这就是我家 我媳妇就在家里呢 没准现在磨刀呢 那好 你带我们过去吧 别 昨天呢 我好心好意给他送饭 差点就给我开瓢啊 相当危险 病人这么危险 看来已经是中毒了 你看 是啊 要不是越来越危险 为什么不能给你们打电话 那丢人的事啊 这个就是你们不对了 病人如果急走得到治疗 病情还是可以控制的 那是 那是 所以这赶紧打电话 让你们来了 希望你们能好好给他治一治 放心吧 另外我提醒一下 他可是老行情 有功夫 小心啊 放心吧 我们是专业的 妈现在出门了啊 你今天可千万不能打 听见没有 出门了 你也得看看 你前后左右的 我跟你说 来了 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 快 是啊 干嘛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二友 干什么 你给我病人要找治 我们是帮你的 有病是要治病 啊 再走 别说什么了 哎 干什么 干什么你们 你们 养三蛋 我告诉你 是不是养三蛋派来啊 这是一个非烟手术的 强盗 你们放开我 我告诉你 你们这都是犯法 我跟你说 干什么 快 来 来 我跟你们 我看看 我还能把你们抓起来 你们信不信 我还能把你们抓起来 来 我再开车 你行 走 咱这事是不是弄得有点过分了 我 我也没想到 他这动静里长得有点大了 不全为你了吗 就为了你那外孙 都不离开你 对吧 过分了 来人啊 来人啊 来人 来人啊 来人啊 杨三道 杨三道 杨三道你给我出来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没法的 我告诉你 谁呀你们这 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激动啊 你 你把杨三道找来 你先慢慢说不要激动好不好 我没法不激动 你把你是不是 你干嘛的 我一直来的 帮你的 医生 是啊 这是哪啊 你看见我们算什么呢 谁怎么弄精神病乱来了 我告诉你 我没有精神病 我跟你说这都是杨三道 你先慢慢说好不好 我告诉你啊 是这样 我是一个公安干警 我过去我一直 我退休 我是所长派出所的 我得罪过很多坏人 现在就有一个叫杨三道的 他出来了 他今天早上给我打口喝电话了 你知道吗 肯定是他把我送这来的 我跟你说 我没病 你看我像有病的吗 我是一个病人的样子吗 先不要激动好不好 先不要激动 我没法不激动 不是谁 谁把我弄过来的 我听听 你们怎么知道 我家地址的 你家人就打过来吧 谁谁打过电话过来了 我什么家人 我儿子 我闺女啊 你丈夫 我 我家我死了好些年了 我家我死了好多年了 请你们马上给我的孩子打电话 喂 你好 你好 我们是吉祥安宁精神病院的 想问一下 你们家是不是有一位精神病患者 打错了吧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怎么回事啊你 你又没有人先来收到啊 你 你真 喂 您是 丁如玉是吧 我们是吉祥安宁精神病院的 想让您了解一下 关于你母亲 马玉如的精神状况 你不要了解了 她就是个神经病 是个大神经病 是个大神经病 我们是吉祥安宁精神病院的 好 谢谢您啊 看来您真是她的女儿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就说我爱神经病呗 你才神经病呢 你们全家都是神经病 不是 您又上这儿干吗来了 我告诉您这工我肯定离定了 您拦着也没用了 这都法院门口了 您还来干什么了呀 马玉如我错了 马玉如我错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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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上午是不是来了一个 叫马玉如的病人啊 谢谢 您怎么不搞清楚了 马玉 赶紧赶紧给妈解开 快给 快给解开快 我告诉你这是谁弄的 肯定是程大吉 我现在弄明白了 他就是阻止我去办那事去 你知道吗 我以为是杨三刀呢 这是我儿子 您知道吧 大夫 我不是 您怎么不弄清楚了 您怎么不搞清楚了 您怎么不搞清楚了 马苏儿 程大吉 妈 妈 我给你接开 妈 妈 我给你接开 妈 你别接开 妈 妈